骚零手机N6 Pro详细评测 小米旧iPhone X的卫视让智能手机进入了全面屏时代 事实上这并不是市面上首款全面屏手机 早在去年小米旧发布了全面屏手机MIX 紧随流行风向的知名互联网公司360 也推出了最新款式的全面屏手机 360手机N6 Pro 经过小编期间的测试 360手机N6 Pro不仅仅是屏幕的剩益 在硬件配置等方面也拿出了诚意 达到360手机N6 Pro 红色的外包装简洁大气 基本上是360手机一贯的风格 没有过度的包装 除了手机等必要的配件之外 没有其他傲宇的物品 拆开包装我们就仔细的看了一下 360手机N6 Pro的硬件方面 N6 Pro的机身前后采用了边缘对称的2.5D 弧面玻璃 玻璃的弧度与前后对称的弧形金属中方 相显接握感不错 我们测试使用的机型为极叶黑配色 机身采用了NCVM真空电阻上色工艺 使光泽更加纯粹 更具金属质感 作为N6 Pro的亮点 是5.99英寸的18.9全面屏 屏占比高达84.5% 是iPhone 8 Plus的1.3倍 对于超高的平大比 N6 Pro在与iPhone 8 Plus相同的机身大小内 做到了更大的屏幕尺寸 均时显示面积较后者高出12% 另外N6 Pro的屏幕拥有超过全高清标准的 2160x1080的全高清分辨率 像素密度高达321Ti 超过视网膜屏幕标准 对于影音娱乐和游戏来说 有着良好的体验 用的同时 Incel全贴合技术 帮助屏幕模组厚度更薄 透光率更高 屏幕显示内容与用户更加贴近 同时N6 Pro的屏幕延续了上一代的产品 同样支持蓝光护眼模式和夜光屏模式 过滤伤害视网膜的蓝光 夜间降低屏幕亮度 减少对视觉的损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